山河锦绣剧情普世街的气,演员们的演技精湛,刚一开播这部剧就收获了无数好评。 由于山河锦绣的故事背景,发展脉络都和《山海情》很相似,观众以为山河锦绣会是和《山海情》一样,成为爆款剧。 该剧在播出前两日的收视率极好,第一天就破1,第二天就在电视剧直播黄金时间段的实时榜中排名第一,不管是口碑还是热度都很好。 但是万万没想到,这部剧才更新了八集,竟然有一大体的观众气剧了,气剧的原因竟然让人无法反驳。 1.剧情平淡 山河锦绣这部剧讲述的是中西部山区的柳赵两姓,因为一场自然灾害而不得不和村,这两个村子因为一些历史原因百年来相处不睦,和村困难重重,不过在村之书赵书和和村主任柳大满的带领下,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困难, 两个姓氏的村民携手共进。 山河锦绣的故事一开场就是发生了泥石流,两村人民不得不合并,因为披宅基地,挖水井这两件事发生了一些小摩擦,随着赵书和被意外打伤,柳秋林在激动之下公开了两人的恋情,接着就是赵流两姓不通婚的大矛盾出现了,这件事被国文的父亲三言两语就化解了,两村开始过上了平淡和谐的生活。 前六集中,故事内容充实,节奏快不拖沓,高潮不断,给人感觉很不错,不管是剧中的场景还是演员的浮道化都很符合年代特征,但是从第七集开始,一大批观众气聚了。 首先是剧情过于平淡,前六集讲述两村的矛盾,那接下来的剧情自然而然就是村子如何一步步变好了,但是剧情却不是这样,最新两集中故事集中在了赵家的书生和小秋妹谈恋爱,戏妹回去走亲戚,柳秋林在家看书学习,这样的流水仗势剧情。 观众想看的,如何开垢荒地,如何去界定哪些田地去退耕还林等相对实际的剧情,但全部都没有,这些场景是通过演员的台词讲述出来的,眼看他们争得面红耳赤,观众看得不明所以。 唯一一个有意义的画面,就是国文县长去考察了一片农民试验区,也是只有画面,没有实用性的台词。 一群人穿着整洁的白衬衫,打着整齐的黑伞出现的时候,还以为是老板们来打高尔夫了。 剧情除了平淡之外,剧中也出现了不少漏洞。 故事一开始的时间是20世纪90年代,第七集开始,赵淑和的女儿都三四岁了,时间最多也就是1995年前后,但是剧中出现的场景和现代社会完全没有区别。 剧中的柳大满除了是柳家平的村主任,还是包工头的身份,带着大家去找活干。 按照当时的时间计算,县城的工程无疑就是三层左右的临街楼房,住宅房屋高一些的话也最多是七层商品楼,但是柳大满去找活的大堂装修豪华,完全就是近几年的设计和风格。 就连背景中出现的高楼大厦都是2010年之后才有的样子,很明显剧中出现的场面和1995年左右,往后再推一些的话就是2000年左右,这也是完全不相符的。 观众喜欢看年代剧是希望从画面中找回曾经的记忆,去回归历史,寻找共鸣,但显然,山河锦绣依旧是纸上谈兵的年代剧。 2.剪辑混乱 观众器具的除了剧情停淡之外,山河锦绣,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剪辑十分混乱。 由于该剧是群像剧,所以会呈现很丰富的内容,但是这两集的画面十分混乱,前后剧情不搭, 就像是拼接起来的剧情一样,一会是村民因为无息贷款这点小钱争吵不休,一会又是城市之间的高楼淋雨,一会又是修水坝, 截至目前没有看到刘家平接下来的发展路线是什么,光看到主演忙忙叨叨的。 另外,这部剧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演员的方言不地道,尤其是两位主演李乃文和颜炳艳说方言一点都不像,除了个别几个字眼很准确,说长句子的时候,极点很用力地遮掩,还是透着一股浓浓的普通话味道。 总的来说,山河锦绣最大的败笔就是纸上谈兵,没有演出来农村九十年代的变化,而是通过主演的台词输出来,几乎没有画面感, 再加上混乱的剪辑,给人的感觉是乱七八糟,平淡无味,不知所云,弃之可惜,看之无趣,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阵容。